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清楚了解自己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会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 嗨,白云你好 KPI你好 下面对KPI的微信 然后还有你对KPI的看法 对KPI的看法其实第二个概念是 KPI的这个系统会 领导我们会更加好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一来就是每一个工作的人员都清楚了解自己 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加上更明确的知道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愿景 老板的愿景会达到我们 所以KPI这个系统就还是很好的一个系统 那么如果你认为如果一间公司有KPI 或者是没有KPI的公司,什么分别 如果是有KPI跟没有KPI的分别就是 就是没有KPI的这个系统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很疑猛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就比如说是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份工 然后没有办法去专注这一个一份工作 如果有了KPI之后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清楚了解自己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会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 然后就是达到公司的愿景等一个目标 很好很好 OK fine谢谢你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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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